好,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这几堂课的重点 除了这几堂课的重点 就会落在复制 双骨螺旋DNA 怎么去做复制 然后呢 再来是如何做转入跟转意 所以其实这个部分 其实大家应该耳熟能详 那既然耳熟能详 你就要了解一下说 它大概的重点是在哪里 像复制呢 第一个一定就是 如何考那个半保留复制的实验 所以我们上次也跟大家讲 半保留的复制 是这个Masterson跟Store 他们用那个放射性标定 就做出来 好,那我第一个问题就讲 所以说DNA半保留复制 就是 DNA复制就是采用半保留复制 可是你会不会怀疑 那整合生物呢 整合生物也一定用半保留复制吗 各位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什么 很多做实验 你不要以为说原核生物这样子 整合生物就一定是这样子 就像 我们在 就像我们在 在讲的时候 DNA的转入的时候 转入就转入完了嘛 对不对 就变成MNA 好 可是呢 你如果说整合生物呢 整合生物转入完就转入完吗 整合生物转入完之后 它还要经过什么样的过程 它转入完就是MNA吗 如果不是 它是什么 转入完了以后 它是一个 一个Pre-MNA 假设跟你讲 那为什么叫Pre-MNA 是因为它会经过什么样的程序 才会变成MNA 一个Pre-MNA 它一定有 好 你这边说 它有5%端要加上个帽子 然后3%端要加上个某一类的序列 OK 还有呢 还有呢 这个 这个是其中一个部分 还有呢 这个 不止这样子嘛 那还有呢 没关系 你说 Suprising OK Suprising 的中文叫什么 你们知道吗 很难得一个 因为 因为居然是你们没有背过中文的英文字 Suprising 不知道 Suprising 其实就 就简单讲 就叫剪切 是不是 或是 是不是叫剪切 OK 好 那 所以说 我们跟 这个等一下 我们在第二堂课的时候 第三堂课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 也就是 你转入出来的 MNA 它不是传统的MNA 假如在E.Cola里面 它转入出来的MNA 就是MNA 对不对 可是呢 如果在增核生物 这是E.Cola 这是增核 它转入出来的Premna 它要经过一些过程 才会让它变成MNA 所以这个MNA 有人又叫它Mature Mature的MNA Mature就是成熟的 表示它是PRE 跟它对应 好 那Mature也蛮有什么特性 刚才有同学讲 它会加一个CAP 加一个头 然后呢 会加什么 加尾巴 是不是 Poly A OK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刚才有讲 会Suprising 原来呢 中间有很多段 有很多段 这个 叫做什么东西的 不要 会被 会被移除掉 OK 大概是这样的概念 有时候画不好画 OK 大概是这样 就是说 这个东西呢 会被移除掉 那这个东西 被移除的东西 是什么东西啊 这个东西被移除掉 是什么东西 这个东西被移除掉 是什么 那边有没有 好啦 给你啦 你刚才 好 Intron OK 好 Intron Intron 的中文 又叫什么 Intron的中文 叫做 印吗 谁叫内涵子 其实我是 我是不太希望 你们直接背来的 只是有时候 怕你们搞混 好 那相对 相对于英寸的呢 剩下全部被留下来的 这些呢 被留下来这些呢 又叫什么 被留下来这些东西 叫什么 好 那边举手 举牌的 外衔子 外衔子 又叫Axon OK 好 Axon 好 所以我要跟各位 讲的是什么 你没有发现 你在做原核的时候 尽管你原核实验 做出来了 并不一定保证 增核一定是一模一样 所以呢 你们在学这个 转入转逸 或是学分子生物学的时候 常常要注意到 它是不是只有在原核 生物是这样 那增核是不是又有 另外的机制 或是更复杂的一个 系统之类的 所以呢 我就要跟各位讲 那如果是这样 复制呢 是办法来复制 增核也是办法来复制 那增核呢 怎么做实验的 你有没有知道增核也是 增核是办法流 它怎么做实验的 也是加放射性 让它去长嘛 有个人可以大概说一下 增核呢 其实在这里面呢 它是用一个植物 用植物来做 好 这个可能有点难 你们可能大半书上都不会写 但是没关系 我就直接跟你们讲 但是我最主要 而且大部分也都不太会考 但是我是要给大家一个概念 就是说 所有的实验验证 你不能说 它是原核 增核就一定等于 好不好 一定要有这种 科学的这种精神 好 那这边 这个就是植物呢 它做一些植物的 它就用 也是用放射性的方式去标定 那放射性标定以后 它就放入一个Tradium Tradium就是也是一种放射性 那是氢的同位素 好 放射性加了以后 当然就会 会让它复制的时候 它就会Label在这一条 因为半保留嘛 所以它就在这一条 好了 第二个阶段的时候呢 它就给它没有Label的 所以各位可以想想 就最后呢Label 一定会变成一半有 一半没有 对不对 所以就变成说 你会觉得说 发现说一半有 一半没有 好 可是呢 会发现很奇怪 为什么这边呢 一半在这边 一半在这边 好 OK 有没有看到 像它这个是用那个 最后呢 是以 以这个放射性的这个图来看 所以说你可以看到 发现在这里呢 染色里呢 全部都是在同一边 另一边呢 很小 可是虽然还是有一些杂斑 所以你会发现说 大概就是图示就是像这样 那这个呢 这个的图示就发现说 为什么有些在这个地方 有些在这个地方 有些在这上面 所以它图示的方式就是说 有些是在这边 有些是在这里跟这里 那这里呢 代表什么 一样是代表半保留 只是这边呢 多了一个什么样的程序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互换 对 ok 就是会有这个 这个 recipical region 就是被互换 交换的这个过程 好 那所以说 你要 你要有时候 你看到这个 你当然是预期 都要看到这样子 结果发现看到这样 你要能够去解释它 好不好 那这就很简单 给大家一个 一个科学的一个 一个概念 好 那再接下来 就是 就是要讲到 这个 Ecoline 它怎么去复制 复制的起点 那这个我都很快去 因为上次有讲 它有一个复制的起点 从哪里开始 从 Origin C 这个就是 Origin的 这个简写 O-O-R-I C OK 你看它这样子 复制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拉开 所以说复制 我们一般来讲 这时候开始 会有一些 一些名词 像 replication bubble 就是感觉上 是有点 是泡泡那种感觉 像这边有一个Y 又叫复制X 这个字 这个都是说明 有的时候 如果万一考 跟你讲 请说明 什么叫复制X 请问什么叫 replication bubble 那你 就是看图 说复制 你只要知道 这个图都长一样 那我甚至会跟你讲 请问什么叫做 Ceta replication 里面也出现一个Ceta 这个就是Ceta 的概念 有没有 很像一个 那个英文 那个 罗马数字 好 那它这个呢 另外一个就是一个 Bidirection 也就是说它复制呢 是往两边 往这一边 往这一边 OK 那复制到最后的时候呢 它 复制完了以后 就自动解开吗 不是哦 复制完之后 它其实它是黏在一起的 各位 这个复制完以后 其实是卡在一起的 它要怎么去解开 就要用那个拓普酶 或是用Gyros 去减断一段DNA 让它可以出来 OK 所以这个地方 是要跟大家 再稍微说明一下 好 那这个就是一个 细部的 如果是增核的话 因为它是直线型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圆环这样复制 也没有复制 越来越短的概念 没有 就是因为它是圆形的 所以呢 它复制到最后的时候 它可以用这边的 这边当作模板 去做过来 或是从这边 做模板 去做过来 所以它不会有 这个 这个 没有办法再去 不会有越来越短的趋势 那像这个就是增核 常做的事 增核跟圆核有什么不一样 大家就要稍微知道 它复制起点很多 从好几个地方 都有复制起点 而且同时就会形成 所谓的bubble 有没有 一个 很像一个bubble 然后呢 如果说是复制差 它也是常会出现 很多复制差 所以说你们一般来讲 你们看到呢 你们看到很多呢 都会变成是这样子 一个Y形的 一个形形 那一个Y形呢 就会出现 有领先骨 跟落后骨 这个概念 可是你想一想 领先骨 是这边的时候 请问一下 这边的领先骨 是谁 变成下面这边 是领先骨 各位你要知道 这个是刚好是反过来 所以 这个有时候 是相对性的东西 大家要稍微了解一下 不管怎么样 你们只要知道 复制的时候 是从五端 到三端 这个概念就好了 复制一定 永远是只能五端到三端 三端是不可以到五端的 好 那这个上次 我们跟各位讲 这几个key protein enzyme 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大家要知道 那这个要就是分布 细部的部分 我这个讲很快 因为我们时间不太够 好 那讲到这边的时候 我们刚才讲 我们上个礼拜 有讲到讲到的这些 这些protein 或是enzyme 各位 你们不要忘记 他们是谁的产物 他们是基因的产物 所以 有时候 你看 你先看一下这边 看一下那个 右半边的这个 这些都是 你们所能讲的 这些酵素 可是 有时候 他会考对应的 这些基因 有时候会考 这尤其是在研究所 有时候会考这些 那对应 其实也还蛮好认的 像DNA的ligase 它其实就叫lig 这一般的话 我们用三个字来代替基因 除了这个之外 基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是怎么样 的表示方法 你看出来有什么不一样吗 那个后面苏同学 鞋体 鞋体很重要 没错 这个是我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只要 你只要是这个 这个基因 都是一定是鞋体 那不管是大血小血 都没有关系 好 那再来就是DNA polymers DNA polymers 你们都知道是DNA聚合酶 聚合酶 什么叫做聚合酶 请问聚合酶的一个 化学方程是怎么样 你可以说明一下 什么叫做DNA聚合酶 它一定是一个 借由化学方程是 然后来告诉你说 这个叫做聚合酶 所以聚合酶怎么作用 聚合酶怎么作用 有没有人 我想要换一下电池 好有没有 好后面那个举牌子的是谁 你叫什么名字 杨卓安 杨卓安你说 可以把DNA合酶 可以把 我要有一些 基本的一个化学的概念出来 化学方程式的概念出来 你一定要不能只讲DNA合酶 你一定要不能只讲DNA合酶 DNA聚合酶就是DNA合酶吗 这个完全 有点像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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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么呢 资金区是什么 要发大财的概念 好不好 好 来再来 那个有没有谁能够讲 DNA聚合酶的作用 是什么 来后面 OK 虽然讲有点复杂 但是实际上 你们只要讲了几个观点 就是N-1的DNA链 加上一个DNTP 之后呢 就变成N 就是说 或者是N 本来有N个DNA的单位 加了一个DNTP之后 会变成N加1的DNA分子 这样子的概念就可以了 我也不要你们讲 讲什么 讲什么 这个 而且很多人 可能就像这样 你看 你就是把DNTP加进来 那当然这些会有一些 有一些 那个 那个 美离子 这当作一些 催化 催化 这个 因子之类的 那也没有关系 那还有另外一个 它会有能量的释放 因为这个是需要能量 这个合成是需要能量 所以它会释出这个PP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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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NTP 它不是会PP 会release出来吗 OK 好 那你可以看一下 如果说你要 真的要去写方程式 就是这样 就是五端到三端 那它这个是 DNTP 那它接上去这个三端之后 最后就形成一个DNA链 然后加上PP 所以这是什么样的概念 聚合酶 一个一个一个 加起来越多越多 就变成聚合了 就这样 好 所以说这个概念 OK了吗 我们要再稍微讲一下 OK了之后呢 我们要下一个 就要跟各位讲 这个人呢 这个人是 发现这个enzyme 是一个叫 Komberger 它其实它就是 它有这个有拿诺贝尔酱 所以你看 发现这个聚合酶 就拿诺贝尔酱 然后呢 你可以看到说 我们之前讲说 今天你在做这个合成的过程 你们都知道 A会接上T G会接上C 会接上G 谁说的 谁说的 这个呢 你要合成的过程中 你怎么知道 有这么这么准确性 Watson Clicker 是说AT配对 可是他没有实验证实说 A跟T怎么去 他怎么知道是A 要接上T 所以说今天就像 有这样的一个实验 今天他就把Templator 它是有多少 ATGC的百分比 然后最后产生了 这个Plata Plata当然就是 DNA聚合之后 的Plata 就是它的 这个另一半 不是 它的那个Plata 好 那你就可以去看一下说 他到底ATGC的成分 是多少 就会发现 几乎是响等 这代表什么意思 当然 复制本来就是要 identical 对不对 所以说甚至 他这里有一点差异 你都觉得说 这怎么怪怪的 可是做时间 怎么不能百分之百 好 所以他早期 就是要证明说 我如果用DNA 做Templator 得到一个复制的产物 他所得到的 这个ATGC的比例 是跟原来的 是一模一样的 那几乎是一模一样 那表示他是怎么样 很准确 很准确 那很准确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DNA聚合酶 很准确可以把 ATGC的这个配对 把它拿上来 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这么精准的这个 这个呢 这是他的一个 第一个难力 叫做聚合酶的难力 那请问一下 聚合酶 他只有聚合酶的这个难力吗 DNA的 DNA 聚合酶 你可以看到 DNA聚合酶长相 OK 随便 随便的话 他只有一个 polymization 这个难力吗 他还有什么其他难力 他还有其他什么难力 他要这么精准 万一他接错怎么办 所以他必须还有 还有什么样的难力 什么 移除RNA 不能这样讲 这个讲的有点太先进了 是什么样的酵素 有移除RNA 的能力 这个我等一下再讲一下 不过你这个 不是非常精准 我现在问题就是说 请问 如果我接错了 那怎么办 我接错 我要重新接一个对的 所以这个叫什么难力 这个叫什么难力 DNA的修复 比较好的意思 叫做校正的能力 校正 也就是说 他接完了以后 他会发现是接错的 他就会把它移除掉 这个校正的能力 好 这个呢 叫做Proof Reading 这些字很重要 Proof Reading OK 的难力 好 那所以哦 你看哦 开始要看一下 它这个Polimus 聚合 一个一个接上去 这个叫聚合难力 遇到错误的 往回头去吃 往回头 请问一下 我们聚合是从几端到几端 五端到三端 那请问一下 回头去吃是从几端到几端 回头去吃 是怎么样 是变成三端到五端 对不对 那Proof Reading 回头到三端的去吃 一般来讲 会把这个Nucleotide把它吃掉 这个呢 就有一个 就有一个 会把Nucleotide吃掉 所以叫Nucleus U-C-L-E-A-S-E 这个校数 然后呢 它是从 请问 请问它吃的时候 是从 是从这个 中段切掉去吃它 去吃呢 还是它是从 边边角角去吃它 它从 边端去吃它 从边边 边边角去吃 你可以一下 看到 它坐到 坐到这里的时候 它要吃是 往回吃 所以它是不是在 从边边开始吃进去的 所以 从边边开始吃进去 就叫做Exo Exo-Nucleus 所以三端到五端 Exo-Nucleus就在这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它的两个几个能力就出来了 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常会去跟你讲 跟你比较 我们都知道DNA聚合 有Polymers 1跟Polymers 3 有什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请你比较 好 那比较以后 当然 你就会去讲说 两个呢 你可以看到 1跟3 1跟3在这里 它两个呢 都有五端到三端 Polymerization的能力 OK 它有三端到五端的 校正的能力 OK 你写校正能力 或许它会给你对 但是真正的校正的概念呢 是说 它会从 另一端 从尾端 把它吃回去就对了 好 那再来 再来一个重点 请问它自己 有没有合成 合成Polymer的能力 没有 所以它没有 Initiation的能力 所以没有 没有 这个也要知道 好 这是他们的几个共同点 开始 不同点在哪里 各位 不同点就是 我看跟各位讲 先可以考这样子 我也可以另外考一个 这个能力 请问一下 为什么Polymer 3 到这里的时候 要换成Polymer 1 为什么要换成Polymer 1 为什么要换成Polymer 1 刚才那个同学 我讲 因为 这个酵素 可以移除掉 RNAPolymer Sorry RNAPrimer 但是Polymer 3 可不可以 不行 所以你必须要换工具 你今天 你到这个地方了 你没有这个能力 所以你要换工具 好 那为什么是这样子 所以为什么 因为Polymer 1 Polymer 3 没有这个能力 Polymer 1 才有 什么能力 五端到三端的 Exonucleus 什么叫Exonucleus 就是去吃掉 从边边角角开始去吃 吃DNTP的这个能力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 我在这里 校正的时候 我是要回头去吃 所以是三端到五端 这个是三端到五端 这个是三端到五端 还有这个是五端到三端 好 那边 咖啡 五到三嘛 没错 这边是五端 这边是三端 这边顺过去就是五端到三端 所以它是有五端到三端的 冰冰箱的Exonucleus 活性 但是它没有 所以各位 这边出现了 另外一个五端到三端的 Exonucleus的概念 不知道 好 那所以呢 就可以知道 为什么有这个图来聊 所以最后一个当然就是 比较它的细胞素里面的多广 那Polymer 1 是相对多的 Polymer 3 相对很少 因为它可以合成的比较快 现在这个字可能有一些 比较是Messimic 好 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 那这边有写Polymer 2 对不对 而且还有Polymer 3 跟4 那这些用来干嘛的 Polymer 2 或是Polymer 4 你用来干嘛 你在这里Polymer 只有 只有1跟3 所以它会考你 那2怎么不见呢 所以Polymer 2 所以Polymer 2 是用来干嘛的 什么时候会用到Polymer 2 好 刚刚已经有同学讲了 其实我们这边就有答案了 其实我们在修 在那个DNA受伤的时候 DNA受伤的时候 是不是也要把那个坏掉的DNA拿掉 那还是要复制啊 这时候复制会用谁 有些会用到Polymer 2 跟Polymer 4 跟5 所以它involved在 很多repair的过程 这个可能在后面几张才会讲 而且要到比较深的分子 分子生物学可能才会讲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Mutation 的部分 也许还不会讲到这个部分 但是要跟大家概念 哦原来还有其他的 这个Polymer 3 是用在这个不同的 生物的活性上面 好 所以说这些你们就自己去看一下 这些概念 你看所以说这些简单的说法 所以我以前这个 我大部分不会再讲 我就说这个有什么活性 回家自己 就是可以在这里面去看到 这个说明就在这里啊 可是说真的每次问 一定不会有同学会 为什么 因为你们从来不会去看这个啊 大家就是背起来 它有什么活性 有什么活性 有什么活性 没有用啦 你背的不想要用在哪里啊 你不想要那个解释什么意思啊 所以 所以我们就发现说 多花这些时间 那就看看它大家 这个吸收能力 好 那就先这样 我们先休息 休息5到10分钟